韩国女友说她想看看我小时候的生活 于是我今天打算带她感受下我的青春 出发 今天骑着我们的新宝贝去 走 出发 第一站先来到我上的中学 这个地方就是我上中学的地方 中学 那么小岁 你知道 你知道 孩子们都出来了 好想回到我的上学室 哇 哈喽 孩子在叫我 好想再进去看一看找一找以前的老师 你看那个电动车没有 哇电动车请这么多 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就骑电动车来学校 我上中学的时候骑那个电动车 它最多只能跑20公里 而且我怕它被偷 它专门弄了一个锁 把那个车轮胎给锁住 那现在呢 现在它更智能了呀 你看现在一部手机 就能启动车辆 还可以关闭它 还有防盗功能 接下来带赛利 去我以前住的家 你别说现在的交通公寓是真的方便 这辆电动车还是数字化电池 三年质保 超级能跑 真的 真的漂亮 到了我家了 你以前家 大概十几天没过 十几年前的老街坊不知道还住不住这边 努力地听我讲小时候故事 然后我在这个家里面 还养了好多好多小动物 小动物 有一只松鼠 它跑出来顺着这条树上 走丢了 看得出来 它很想参与到我的过去 走 我们其实它去下一个地方 我上去的时候经常去的夜市 那都不会假的 那都不会去 当然可以 我们的这款电动车是绿原夜冷 蒙的疤 跑得远 看得准 超强耐用 轻松续航 开个十年都没问题 走吧 带他吃了我很喜欢吃的鸡柳卷饼 烤冷面 他也吃得很开心 这些之前带我来的享受的地方 今天我们骑着这个车 是不是度过了开心的一天 是的 感觉怎么样 玩得很开心 而且这个电动车很巧 今天真是有意义的一天 闻着 去 吃